馬主持人大家好 同學問我說 有關於一些寶貝的問題 問得最多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問說 顧問 我寶貝不知道怎麼拔 所以都不敢拔 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就提了 我每次媽媽做寶貝 我頭三貝 要三貝 聖貝 前面兩個都有聖貝 後面的寶貝我就不知道怎麼樣問 顧問你不能解答一下 兩個聖貝跟寶貝 它代表什麼意思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辦 關注的問題 我在這裡來分享大家 因為顧問從小的寶貝寶貝 最早40年的經驗了 常常都會遇到這樣 又何況到後來YDM來了 我們常常來主導一些信徒 一些同修寶貝 那都遇到這一個 那我就知道 大概馬主的意思是怎麼樣 所以我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想用幾例的 比較快 比較快 有一個女孩子來求什麼 英言 他剛結識了一段感情 他希望馬主可以幫他找下一個感情 那因為這段感情結識以後 他就不知道何氣何從 也不知道在哪裡去找感情 自己對感情的產生了一個懷疑 報個問號 所以我說你求馬主寶 求馬主寶賞給你好英言 他就是擲筊 他就是擲筊 馬主寶你讓是我一個好英言嗎 馬主寶你讓是我一個好英言嗎 馬主寶 擲兩筊有 第三筊 擲筊 他都站在那邊了 那還好 因為這是顧問擲他旁邊 在指導他 我說 馬主寶有 後來擲筊 這是什麼意思 他有 你來求英言 希望馬主寶給你 馬主說 兩筊 原則上沒有問題 擲筊 就是 你必須做一些事情 必須還有一些注意的事項 否則 我幫你也沒有用 好 各位聽懂意思嗎 如果下筊 大概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你只要好好做一些事情 影響不大 可能會慢一點 又怎麼樣 不像那筊筊影響很大 筊筊是影響不大 還可以 可是你能做了 那更好 筊筊跟筊筊 結果都不一樣 前面兩筊是說 N則上沒有問題 可是筊筊 就是 你有些事情沒做 就可能沒有辦法 這個是前面的東西 那我就叫他 你問馬主寶 是不是 有條件 馬主寶就會幫你 你只要兩筊就可以了 他扣扣兩筊 就是對 馬主說你要做到某件事 某種條件 這是你心裡要去想 有人不會擲筊 像我就會想 想什麼 想時間啊 想時間啊 的問題啊 地點的問題啊 人的問題啊 我們叫 什麼地方啊 地方的問題啊 時間的問題啊 這些事情 什麼事情發生什麼事情 好 這些呢 你要來問 你要問他 馬主寶是有條件 他說對有條件 那 馬主寶是不是我要做某些事情呢 你就可以 保佑我有個好一年 幫我簽個好一年 再說要一筊 就一筊 那你就問什麼事情 我就開始看他做什麼事 對不對 然後 你是不是要常常來這邊 拜馬主寶啊 欸 就扣扣兩筊啊 第三筊就笑啦 笑筊啊 欸 對啊 我就意思說你要常常來 可是笑的時候 然後呢 馬主講的話還沒有完整 還要再加一些東西 那 你就又問啊 那是不是 啊 沒有 給我時間 我可以要求一個時間 馬主寶 對 一杯 一杯就可以了 啊 我常常有空的 來拜馬主寶 啊 新年公經跟要相信馬主寶 把馬主 經理把馬主當媽媽 然後呢 我三年內 馬主寶貝幫我找個好呼吸 如果 可以的話 給我兩杯 哭哭兩杯 他好高興 那如果確定重要 不要做這麼年的事情喔 只要這樣做的話 再給我一杯 哭 又再一杯 就三杯了 真的 他在 我們這個 同學會 很自然就找到了一個 對象 真的 三年內 就確定這個 第四年結婚 第四年結婚 OK 好 我把這個例子呢 跟講給大家聽 那當然 還有其他的例子 這樣 比如說 買房子 我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多少坪 把那個地圖畫好 然後呢 價格多少 跟誰 對方是誰 然後來這邊 這個地方呢 馬祖他吃了八千萬 那這個地方在某某地方 第號幾號 跟某某人 那 來買 這個時候 來買 可以嗎 這個時候 就是當下要跟對方談 來買 可以嗎 馬祖婆 哭哭兩杯 第三杯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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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問了 是時間的問題呢 可以再拖一點點呢 現在不適宜嗎 還是這個人有問題 在談判會比較不容易 還是這個價格 有問題 我們一定要問 結果他問 這個是不是一個價格 還可以談 馬祖 哭哭兩杯 價格還可以談 原則上可以買 這個地方可以買 乾淨的可以買 可是價格呢 還可以談 那馬祖可以保佑 把那個價格更低嗎 馬祖哭更低 然後我們什麼時候 去跟他談 什麼時候 什麼誰去跟他談 你都有一個馬祖婆 一一的溝通 所以當我們 銀杯 兩杯 咖杯 秋杯 的時候 就知道馬祖婆 有話要講 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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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幾個例 有一個人 有個對象 要來結婚 媽媽跟女孩子 都一起來 保媽祖 那行行蜜蜜蜜呢 在這個談的 兩個也蠻喜歡的 相親的 相得不錯 是不是來結帝呢 來結婚 因為他就很虔誠的 馬祖信徒 家裡都是恭候馬祖 從小都是拜馬祖的 所以很尊重馬祖 把馬祖當阿嬤 這樣的一種感覺 來拜拜 來求 那馬祖呢 就給他什麼 哭哭兩杯 第三杯就笑杯 所以原則上是 這個小孩子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會笑 那笑是什麼 笑是好像 接下來問下去是 時間嗎 對 時間 因為對方的經濟狀況 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說 現在來談婚姻 恐怕不行 所以你們先交往 交往 就馬祖說 跟阿都先交往 還不要那麼急著談 因為越急著談 彼此 經濟的壓力還很大 有寶貝 那我們可以往來 可以等待嗎 兩年後 三年後 馬祖可以保佑 那時候 馬祖說 這個婚事不要急 太急可能會缺了 就慢慢的先交往 可以 這個小孩子可以交往 再看看 看看幾年以後 大家經濟狀況可以 那時候來成家 你也比較好 就是這樣子的 我想我今天 例子很多 我舉幾個例子 大家對 人的心肥 咳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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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些感受 一定要問清楚 馬祖的意思 被補充的意思 被制的意思 是什麼 好 慢慢想的時候 你要自問自答 那常常要練習 時間的問題嗎 價格的問題嗎 地方的問題嗎 還有什麼 人的問題嗎 都是這樣子 慢慢想 慢慢問 寶貝一定要耐心 意義的請示 一定要有時間 不要給自己壓力 時間的壓力 隨便拔一拔這樣子 好像自己得到那個答案 都不是馬祖給你的 是自己給自己的 這樣就不適宜 好 我今天分享在這裡 希望各位能滿意 如果有任何問題 還可以再提出來 因為寶貝這方面的技巧 相當的多 我們會一一幫各位分享 以上 感謝大家 感恩大家 馬祖子悲